太陽高高掛 晴空萬里 不過可得把握這好天氣了 今年第九號颱風 蘇拉已經生成 而且不排除登陸台灣 才剛成形的蘇拉颱風 靜觀勤怯 會在台灣的東南方海面 打轉滯流 而且接下來還會往南走 會先往旅宋島 也就是菲律賓東方的海面 南下的狀況 因此它會先稍微遠離台灣一些 一直要到禮拜一之後 這個颱風才會又逐漸的 朝西北的方向過來 回馬槍請準備好 蘇拉預計29號往西北前進 靠近台灣 在海上吸飽了水氣 強度不排除上看強台等級 我們預期颱風外環流 甚至颱風的本身 可能在週三到週四 會造成影響 根據預報模式 蘇拉未來路徑分為三種 南邊從旅宋島通過 或是東北邊北上通過 甚至也不排除川芯直撲台灣 而高壓增強速度 會是影響路徑的最大關鍵 都從岔邊過吧 沒什麼印象 台北好像沒什麼 很久以前是 納利颱風那時候最大 好嚴重 那什麼 街道都淹水 捷運下面也都淹水 很久了很久了 很久沒有颱風了 你們台灣沒有颱風 沒有進來了 這裡上一次有颱風登陸台灣 是2019年的白鹿颱風 足足有四年 這期間95個颱風通通閃過 沒有登陸本島 這回蘇拉來勢洶洶 東半部首當其衝 以禮拜三禮拜四影響台灣最大的話 我們不排除可能會有在禮拜二發布颱風警報的機會 有一種狀態是颱風在接近台灣的時候 速度是比較減慢的話 當然影響的時間就會拉長 蘇拉威力不容小區 影響時間恐怕拉長 至於剛深層的丹瑞 則是距離台灣較遠沒有影響 不過太平洋上 雙台共舞還是難得一見 環宇新聞 吳盛恆黃水軒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